那边去了 但是我们是第二批 可以看到消防队在隧道的路口 以及崇德火车站这边都设立了欧卡专区 一些伤势比较轻的旅客 或是比较晚被救出的民众 都暂时被安置在崇德火车站这边 进行简单的包扎 他们要等到接活巴士到场 才能将他们送医做进一步的治疗 那么以上是目前在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先把时间交换棚内 现在需要庞大的救援人力 使台北市消防局也支援这次的救援行动 目前现场最新连线记者林晨佑 阿卓各位观众 今天来关心台铁太鲁格号出轨事故的最新状况 目前台铁新的团队已经顶进到了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 目前有非常多的搜救队员 正在全力的来进行抢救 因为在今天早上9点28分 一辆太鲁格号是要从树林开往台东的方向 没有想到这个太鲁格号 他在出大清水隧道的时候 于是有一辆工程车 那么误闯到了这个轨道 结果呢当时这个太鲁格号的司机 反应不及是直接撞了上去 那么当然一撞上去之后呢 这个列车的车头几乎是有一半都被销毁 那么当然有许多的车辆是直接变形 而且扭曲在一块 甚至呢还有蛮多的车厢还刻在隧道里面 这方的警察随即出动座员 其实呢虽然是发生在花柳 但是包含了台北市内 都有动员的搜救会来到了现场 使用台北市的搜救会 出动了徐台的车车 在1点15分左右 就已经来到现场来进行救援 那目前呢我们在这个现场看到 非常多的搜救的人员 其实是来进行搜救 包含了张农部长林江龙 我们接触到这个车车 继续彎要招找颜色上的现场 来关心最新的状况 而我们根据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因为这一起实际的隧道原因呢 名字呢就是这个工程车 原本呢是在进行民隧道的工程 但是呢这辆工程车 当时司机不在现场 这个工程车就直接滑落边坡 那么掉到了铁轨上 而当时呢司机 这个泰鲁格号驾驶的司机呢 开出来的时候 看到这一台工程车已经反应不及 就直接撞了上去 所以目前的照示原因来看 可能和工程车闯入轨道 有明显的关系 只是详细的事故原因是还要再调查 而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伤亡人数 目前是已经有37个人 没有生命迹象 当然持续的这个救人的动作 也是持续在作死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场呢有非常多位的这个 国居脑都已经出现了现场 那么当时呢事发之后 我们也说过 其实有蛮多的车厢 是直接卡在这个这个隧道里头的 所以增加了这个救援的难度 甚至呢 有这个受盾者 这个在逃送的时候 所有旁边都会是这个 过世的民众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台隧道里头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的危急的 然后我们掌握到这一消息 其实台阶也证实 这辆太老 国家的警察确实是确定 除了我们知道 他现场的很深 我们觉得他也会再重新 昏述 9年想到 在7年年下的第一天 就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而上当时 我们的曾经运导 孙之叉也会来到现场 也来进行视察 检测和秀与进度 这是我们在 花莲大清水隧道 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照让这些消息 也会持续回报 我们也把现场 这样的美专 好 谢谢陈佑看到现场呢 真的是非常需要多的救援人力 除了警消动员之外 现在陆军花防卫部 也有51名的兵力 前往到了现场 防卫部的指挥官 也亲自作证 最新消息 连线记者萧炳仪 好 说主播各位观众 泰鲁格号 在今天上午在清水隧道附近 发生出轨的事故 在花黄部的部分 所以我在负密 工作室